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迎接他的新顾客 可是没有一个人来 于是小狗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 然后 有一位女士走进了店里 她说 我要一杯茶 加奶 再加两块糖 对不起 小狗说 这是一家书店 我只卖书 那位女士走了出去 小狗很孤独 她等啊等啊 然后 有一位男士 走进店里 来问路 她离开以后 小狗灰心极了 不过 她没有灰心太久 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小狗 小狗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书 读了起来 她读书的时候 忘记了她在等待 她读书的时候 忘记了她的孤独 她读书的时候 忘记了 她在书店里 当一次冒险结束之后 小狗又从书架上 拿来一本书 然后 开始了一次新的冒险 就这样 小狗去了一个地方 又一个地方 有一位顾客 进店来买书 小狗完全知道 他该推荐哪本书 小狗爱书 但他最爱的 适合大家分享这些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